广州市的销委会 广州市的销委会公布了一个信息 应该是两天前公布的 三天前公布 说香港居民在广州买骨灰位 是要注意什么事项呢? 其实港澳同胞是可以申请安葬广州的 是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可不可以提早买定广州市的骨灰位呢? 我的理解是不行的 他们公布出来也是不行的 为什么突然间广州市委会出了这个公告呢? 其实就是香港市委会 看到有些人在香港宣传 可以提供内地有些宗教场所的骨灰位服务 就是满足香港人制制过世先人需要的情况 香港的市委会就写了封信给广州市委会 调查一下经营性骨灰位的服务调查 看看香港居民是否可以买广州市骨灰位 那些骨灰位可不可以转让 一些经营性骨灰位是否有使用期限 这些方面的问题 其实在香港一直都有人卖内地骨灰位 其实在1314年 我已经听过别人卖广州的骨灰位 在福州那里 是的 那时候我记得应该是14000元左右 14000元左右一个骨灰位 应该是在福州的 但是有其他地方 当然我也要说 他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人做这些事情 那个情况就是 我自己的看法 在2013年的时候 很多人在卖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卖澳门 那时候Barry Ma也有卖的 Barry Ma也有卖的 Barry Ma也有卖澳门 是他卖永念亭 是的 我凭记忆说 有些资讯不准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因为他们又在网台卖这些 那时候还说 正呀 澳门拜山好 但是我们那时候已经有说过 应该 一几年的时候他们还在卖 可能我们最初在另外一个台做节目 都有说 叫人千万不要想这些 你在澳门搞 有可能 有些人是进不了澳门境的 就是你买了也没用 结果是 因为澳门出入境很严格的 就是你跟那些社运友有什么瓜葛 澳门已经不让你进入境了 就是好像那个风光去不了澳门 就是南营其中一个 或者是支手 可以这么说 他是去不了澳门的 那时候我们也有跟大家说过 不要随便到处买这些 钢位 那 除了福州之外 我理解 就是有人买过漳州 福建 是不同地方都有人买那些钢位 那广州有没有人买呢 我了解近这几年都有人推这些服务 那时候有人问过我 都跟他们说 不要搞这些东西 我的看法就是 你可以捐出自己的围体 或者在香港搞绿色殡葬 都是很便宜的 你是没必要去搞一个暗位 因为说真的 那些子孙记不记住你呢 其实就是 你看看你为子孙做过什么 其实就是 那 深水埗祷军 就是福建庙多 是福建是多的 在福州、漳州都有 接着 下门就好像少一些 因为如果我 我凭记得说 我自己有留意这些东西 因为我看到别人在那里卖 很多蛹 那些东西 也有人留意过我卖这些东西 但我自己也是拒绝别人的 因为 我是不主张这些东西的 英雄树 英雄树 英雄树下的小仙家就说 廣州宗教场所 只有极小场所可以放骨灰 廣州市内的四大佛教寺庙 只有一个可以放骨灰 但是2020年因为疫情暂停 两大道教场所 只有一处居民有骨灰位 宗教场所 基本只可以放神主牌位 梅艳芳 有一个灵位 就是供奉在廣州大佛寺 那 现在根据 廣州市的 消委会 他们的查询 发现了一件事 因为他们问过 广州市民政局 广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这些相关部门 以及看看广州市的实际情况 就跟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消委会 调查这个问题 港澳台同胞 即是要放骨灰在广州 是可以的 安葬承办人 就可以凭 过了身的人的死亡症 火化症这些材料 去到广州市 各个经营性公务 就认购骨灰隔位 还要扮理一份 入月安葬症 就可以把骨灰安葬 在广州市经营性公务里面 如果需要 混入广东省内 安葬的 华侨 和港澳同胞的骨灰 安葬承办人 就要向安葬地缘级以上 民政部门申请 就凭安葬地缘级以上 民政部门 会和同级的 僑务部门 共同出具 同意安葬证明 就扮理广东 殡葬协会印刷 的围体 括弧骨骨骨灰 入月安葬症 就是这样的 也根据广州市殡葬管理规定 公务和骨灰堂 的经营者 不得以各种形式 预售 是不可以的 全销募月也不可以 以及骨灰位也不可以 好了 已经购买无月骨灰位的 不能够私自买卖 而且规定还有 香港居民是不能够 预先买定广州市骨灰隔位 作为将来之用 以及根据民政部门有关规定 骨灰隔位原则上 以二十年 为一个使用期限的周期 这个要说回 因为有些人 真的 在香港找不到骨灰位 是想在内地撞 内地其实是可以提供这些服务 但是 内地的法规 是保障不到 你买了的东西 因为它是不准买卖的 所以你要知道 你买这些东西是有风险的 深水宝倒棍也说不准炒 其实严格来说 买卖也是不准的 另外 经营性骨灰位存放服务 是由民政部门监管 经营者要根据 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 民政部 关于贯彻执行殡葬管理条例 里面几个具体问题的解释 广东省殡葬管理办法 广州市殡葬管理办法 等等的法律规定提供相关服务 不同的省市 不同的规矩 一定要说 所以 在福建买的情况 又有可能是不同 究竟可不可以私自买卖呢?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的 这个应该是国家的规定 这些法例应该是大同小异的 好了 要说回一件事 就是 广州市宗教事务条例 以及相关行政部门内部管理规定 广州市内的所有宗教场所提供的 先人供奉服务 只是可以在信众内部提供的 是不准公开销售 禁止广告宣传 投机炒卖和台价 所以提供服务的宗教场所 应该在框架下提供服务 如果在香港的宣传内容 超越了这些原则的话 香港居民应该 謹慎扣拜 其实我的看法 严格来说 就是叫你不要买的 但是 当然他就叫你謹慎 因为有些人 都不会听政府说的 就是这样 SK就说 现在香港骨灰针申请很快 我也是申请了两个月就有 英雄树下小仙家就说 广州市经营性公务 一直可以接受 港澳同胞骨灰安放的 我父亲现在也是安放 在经营性公务的智能骨灰安放季 但是经营性公务 就不等于宗教场所 和文件强调 是不能提前预订的 其实广州市民都没得提前预订的 还有不可以买卖 就是这样 好了 Toracef就说 屯门十几万个灰坏 其实有些人是拿这些议题去搞特区政府 我告诉大家 很麻烦就是这样 其实香港 难搞 就是 什么都可以成为 骂政府的议题 是令人觉得很可恨 什么都罵了大难生 刚刚见到Candy Candy 多谢你的支持 多谢 多谢 非常感谢你 好了 Ben Chan就说 麦玲玲的广告 不计划这些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 对不起 就是玲玲玲 又拿奖 她拿奖 看奖 想看奖 看上 急急如律令 我一出生就懂得看梅花液素 多厉害 对不对 这些不够她来的 哈哈哈哈 用了二十年 东南西不仅是分岛 我掌又看得到 哈哈哈哈 上又看得到 哈哈哈哈 要Rap都完全没有难度 哈哈 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好了 也是提醒大家 就是 购买内地骨灰委 要查询清楚 内地相关法规和流程 确保购买行为的合法性 同时 要查询 经常性公务建设的许可文件 仍执照等等 问清楚收费明示 并且签订书面合约 另外 由于 香港居民不能预先购买 广州骨灰委作将来之用 故不宜轻易信任 在购买骨灰委后 可以转让或转售的宣传和声称 所以要小心一点 为什么突然间要说呢 因为市面上也是 多了些人卖这些东西 多了些东西 是的 多了些人卖这些东西 其实 我不是想打烂别人的饭碗 有些人就说 你们特地打烂别人的饭碗 我们提醒一下 有些东西 有些人正在卖的东西 是不一定合规 合法 我只是想说这些东西 一定要说清楚 一定要说清楚